这是我们在新奥尔良的第三天 虽然抵达这里的头一日 就经历了当月最大的一场暴风雨 不过 好在隔日天空作美 我们不仅深入了鳄鱼沼泽 还品尝了当地最具特色的鳄鱼烤肉 借助由当年的法国殖民者 于300年前建立的城市 大街小巷都和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新奥尔良的城市名 也源自于当年的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 作为欧洲最会吃的国家 法国不仅仅给了这座城市一个名字 也带给了这个城市满桌子的美食 经过昨天一晚上的休整 我们今天早上要去吃一个brunch brunch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基本上是介于中餐和早餐之间 或者是中餐和下午餐之间 我们今天来的一间Café du Monde 是一间于1862年成立了超过150年的百年老店 1862年还是我们清朝的同志年间 而且这150年间他们只卖一样东西 这个糖有点太多了 这个就和我们国内的这种油饼一模一样的口味 只不过它在这个油饼上面撒了很厚的一层糖 粉末中的这种糖霜并没有很甜 和这种砂糖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看我身后 全部都是在等的 如果在平时的时候排这间店的长队 可以绕着整个街区转一圈 这杯咖啡也和我们平时点的冰咖啡有点不同的是 它是一个frozen coffee 它完全就是一个冰霜的状态 哇 给力给力 吃完了这段Bronche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穿越整个French Market 要穿过整个的法国区 然后呢去到我们今天的正餐所在里面 这个城市一点都不像美国 反倒是像法国的一个小镇 随时可以看见的法文 随时可以听到的法语 狭窄的街道 还有这个城市 非常具有法国风情的建筑 让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就是你现在走在并不是美国的大街上 而是欧洲的一个小镇里面 这家餐厅叫做ACME Oyster House 有点像电影院的感觉 AMC这个感觉是不是 看过去 1910年就已经开业了 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过了110年了 也是一间百年老店 当地最著名的菜是他们家的烤生蚝 这一道炭烤生蚝 这一道炭烤生蚝 黄油配上生蚝的奇妙之处在于 既去除了生蚝的腥味 又保留了口感的软滑和强性 加入少许蒜末之后 在尝到生蚝肉质的丰盈肥美的同时 还透着些许蒜末带来的辛辣味 作为前菜 着实开胃 我觉得比昨天都可过瘾过了 他还给生蚝配了种小面包 生蚝吃完之后 流连忘返是在所难免的 来两块法式的面包片 蘸上剩下的生蚝汁 清个盘 算是对这逝去的12只生蚝最大的尊重吧 摄像师点的这盘是完全生的生蚝 一只生蚝搭配四分之一的柠檬 让柠檬的酸度综合生蚝的咸味 配上少许的辣椒酱 就足以激发出生蚝肉质中的鲜美 我就不客气了啊 再来一个 我已经能听到摄像师的口水声 哇 这个太好吃了 洛克菲勒生蚝 是新澳梁当地一种烤制生蚝的方式 设计初衷只是为了在盛宴上 取代食材不足的蜗牛 而这道由它演变过来的浓汤 主角自然还是生蚝 它是用当时的世界首部洛克菲勒来命名的 就好像我们国内可能 最近出来了一道新菜 就用马云的名字来命名 看过去虽然是胡哒哒的 但是感觉充满了金钱的味道 这道看似简单的汤 配方却极其的复杂 整道汤完美地融合了鸡汤 生蚝 新鲜奶油和多种的蔬菜汁 即便在两道前菜之后再品尝 汤中生蚝散发的鲜香味依然油热油 这也太好吃了吧 这跟它的外表完全不符 其实它的正规吃法应该是费这种小饼干 他们调制的这道面糊 基本上把生蚝的鲜味完整的保留在了汤的里面 放了小饼干之后呢 你在喝汤的同时 还能嚼到小饼干那种脆脆的感觉 这道汤我给您再来两碗 今天最后的这一道秋葵汤 可以说是新澳粮当地最知名的美食 主要是由鸡汤 秋葵 以及各式的海鲜和已经风干的蔬菜制成 再配上一小碗米饭 既可以拌着饭吃 也可以一口饭 一口汤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下饭汤 白色一丝一丝的丝状物 这个是蟹饺肉 为整道汤添加了一种海鲜的鲜甜味 而且里面呢还能吃到完整的虾仁 这个虾仁的火候在这个汤里面显得非常的有嚼劲 再配合这个米饭的米香味 这一碗汤真的 明不见金钻的海鲜汤饭 真的是你来新澳粮一定要来尝的饭太好吃了 不行了 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有点晚 所以呢 本来呢还想再叫一答oyster 结果没有了 今天这顿饭呢 我们一共点了两份不同的oyster 还有两个土食 一共是67块6毛1 当然呢还要加一个15%的小费 所以最后的总价今天会在76块钱上下 这是一间以生蚝为主题的餐厅 生蚝是整个新澳粮最知名的美食 无论是从它生蚝的新鲜度 还是到它上来之后给带给你的这种感觉 甚至到整个餐厅的环境 都非常的具备新澳粮风 76块对于一间这么好吃的餐厅 绝对是物超所知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顿海鲜大餐之后呢 你们对明天的这顿饭 是不是更有期待呢 我是纪会小周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那请给我一个三连的支持我们明天见 拜拜